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 速速清阳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332集 香港 征荣集团今年的春明宴提前到了2月6日 腊月28 这就相当于后世的公司年会 年年都要举行是个大狂欢 在今天 哪怕是公司的一个小员工 都有机会瞧见大老板 叶小琼倒是不关注能不能见到大老板杜征荣 他还不够那级别呢 如今不过是杜二少身边的秘书 想的是要被杜兆基看中 而不是越急去赢得杜征荣的注意 让叶小琼高兴的是 春明宴是公司的年终盘点 除了聚在一起吃饭 大老板还会派发历史风 叶小琼要从杜董手里 领一份普通员工的历史风 大概能有几百块 他还要从杜兆基手里领一份 这个就说不准是多少了 得看他的工作有没有得到杜兆基的认可 想到买画要四十万港币 填黄印章也要十几万 还有其他不知道流落何方的东西 也不能怪叶小琼一心钻到前眼里 若不是他报了夜大 下班后要继续学习 叶小琼都想学别人 一天打几份工 在工作之余再找几个兼职了 这也不奇怪 许多香港人都这样干 因为港岛一切向前看 工作又不像内地的国有单位那么稳定 随时都要面临失业危机 大部分人都觉得生活没有保障 有赚钱的机会就拼命抓住 免得将来失业后没有依靠 叶小琼房东家的女儿 就是白天在工厂上班 下班回家匆匆爬一口饭 马上就要出门 要去赶兼职 在发廊里帮人烫头发 要很晚才能回家 每天都是连轴转 想想得多累啊 房东太太对叶小琼极其热情 私下里可能还是会叫一声北姑 当面可不敢小瞧她 就因为她在中环上班 出入写字楼 大公司有前途 房东太太整天想着 让叶小琼把自己女儿 弄到争容集团上班 对她能不热情吗 春明艳 叶小琼期待的是 立士风 夏子玉期待的 绝对是人 她换了清纯露鼠 想要勾引杜兆基 杜兆基刚拿了杜真蓉给的 两千万启动金 满脑子都是百分之五的集团股份 夏子玉哪怕就是长得天仙一样 杜兆基也没有那方面的想法 清纯 妖媚和美艳 在此时的杜二少眼里 都是红粉骷髅 秘书长什么样重要吗 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替她分忧 至少得像是叶小琼那样的 要派上用场 夏子玉屡屡屡受挫 没办法 只能将目标转移到杜真蓉身上 她还不知道杜兆会向夏小兰承诺 一年后就要把她打包送给夏小兰 任由夏小兰处置的事 但夏小兰到港的事 给了夏子玉非常大的压力 夏小兰都在和玉华大公子唐元月那种人传绯闻了 她还没扒上真正的大人物 还谈什么报仇雪恨 叶小琼是下了班到夜大上课 夏子玉下了班也没闲着 每晚都要在公寓里练五三四个小时 难道她不辛苦吗 这拼命尽头和她参加高考有的一拼 她过了二十岁以后才学武 成年人的筋骨定型 下腰匹刹 拉筋痛得夏子玉不知道多少次想放弃 她都熬过来了 别人是学了多年功底 她是被送到香港后才接触到 自然要付出更多的辛苦 好在她熬过来了 夏子玉现在一弯腰 手指能很轻松摸到地面 身体的柔韧性是她个人的巅峰状态 能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 夏子玉看着镜子脸一红 这种高难度动作在某些方面是通用的 她在酒店的洗手间整理了妆容 才走了出去 公司有个男职员搭着胆子过来 你是二少秘书室的薇薇吧 我能去你跳舞吗 夏子玉把手伸出 当然可以 男职员还以为自己被幸运女神垂青了 夏子玉今天的穿着大胆 旗袍开叉都要开到大腿根了 十分吸睛 被幸运女神垂青的 可不仅是她一人 有了这个开局 邀请夏子玉跳舞的人络绎不绝 舞池里 她就是最亮眼的一道风景 杜兆辉刚刚接受完老头子的训斥 夫子俩取得暂时的和平共处 和杜征荣一起进入会场 一眼就看见了夏子玉 杜征荣也不禁多看了两眼 她喜欢跳舞不是秘密 很多女人都知道这一点 杜征荣没少遇到用这样手段勾引她的 不过她也没有什么损失 遇到和口味的就相处一段时间 反正不会轻易往家里取 有个三姨太杜家已经像戏台子 更不缺儿女 那杜征荣还往家里添女人干什么 会跳舞的女人多了 不过大部分女人跳得死板 夏子玉却跳得挺诱惑 若有似无的 有种吸引力 这个就是公司的新人 杜征荣故意摆出不太好看的脸色 杜征荣没想到 大儿子还在介意四姨太刘可颖的事 也没追问 正想到四姨太刘可颖已经扭着水蛇腰过来了 今天让我陪着一起敬酒吧 杜征荣拍拍她的手 我已经和你二姐说好了 你乖 敬酒有什么好玩的 穿着高跟鞋很累的 六可颖暗暗咬牙 敬酒当然没什么好玩的 却代表杜征荣的看重 代表在度假的地位 不仅集团里的人这样看 外面的记者也会这样想 去年杜征荣一回来 连续两年 杜征荣都带着二姨太公开敬酒 再这样下去 杜家还有她刘可颖站的地方 杜兆辉将一切看在眼底 想到夏小兰说 杜家三房联合起来对付她 女人的嫉妒心那么可怕 三房又怎么可能真的联合在一起 最难销受美人恩 杜征荣好不容易才挣脱刘可颖的歪缠 刘可颖气得咬牙 杜兆辉还看笑话 岁月不饶人 哈喽 谁台啊 你要小心一点 你带新人换旧人啊 杜兆辉一有所指 刘可颖却心中一动 抬眼向武池看去 一眼就锁定了夏紫玉 再让人去打听 好呀 是杜兆基秘书室的 杜兆基把秘书室清空了一遍 就剩下夏紫玉和叶小琼 叶小琼不成威胁 这个威威武技出众 摆明是杜兆基送给老头子的礼物咯 呸 人老猪黄了还耍这些手段 不要脸 杜兆基才多大年纪 女人间争风吃醋的手段 她怎么知道 刘可颖将仇算到了二姨太身上 上有二姨太仗着儿子争宠 下有像威威这样的年轻小妖精 忽视眈眈 刘可颖压力非常大 她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春明宴结束后 杜兆容单独约夏紫玉吃饭